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永春高中的高成君高老師 那我們今天要來上課的內容是 買房大小事 那各位同學可以看到 現在我們在台灣買房子 其實它的房價都非常的高 但是其實並不是一開始就這麼的高的 我們要來理解一下房價到底為什麼會高成這樣 這裡面其實牽扯到的原因非常的多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房價會影響它 房價如此的高漲其實有好幾個因素 那我們先從宏觀的因素來看起 宏觀因素裡面大概會分成三種 第一種是經濟的因素 所謂經濟的因素就是它平均所得的增加 我們從經濟起飛之後 經濟的所得當然是持續的增加的 我們的產業也不斷的在提升 我們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斷的在提升 在這樣子的平均所得增加的狀況之下 同時它也帶動的就是我們的失業率會下降 那基於這兩個原因 我們就會發現到 人們可能在生活的品質上面提升了 能夠可動用的資產也多了 那就會開始進行一些投資的行為 這些投資的行為呢 也會因為可能經濟的成長會讓它的投資有所回報 那如果它在投資上面有所回報的話 投資回報上面也上升 可動用的資產也變得比較多 基於以上所有的理由就會刺激我們的整體的消費力道 那刺激消費力道了以後 當然我們的房價就會變成會比較高了 這是其中的一個宏觀的因素 那第二個宏觀的因素呢 是利率的部分 很多人會認為說 利息的升息 就是利息的增加 是不是會導致房價的下跌 原因是因為這個想法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我們要買房子 通常可能就是動輒幾百萬 甚至於上千萬的房價 我們不太可能一口氣直接的被足 這麼高的金額 直接的拿著現金來購買 可能兩千萬的房子 這是不太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也就代表 你非常有可能在買房子的時候 會跟銀行有所借貸 那這樣子的借貸的行為 當然可能會因為你的物件的差異 可能你的借貸的乘數就會有所差異 那也當然的 你就應該要準備一部分的所謂頭期款 通常我們頭期款的準備金 大概都是在你整體房價的兩成至三成左右 假設你買了一間兩千萬總價的房子 那你的頭期款如果是兩成 就代表你貸款八成 那你的頭期款的準備金就是落在四百萬附近 那你當然就是跟銀行借了一千六百萬的這個價格 那這樣子的一個借貸的行為呢 如果他的利息是上升的 那就代表你每個月 所要貪還的房貸利息是會變得比較多的 那如果你房貸利息要貪還的比較多 是不是代表還款人也就是購買者 他的負擔是比較重的 如果他的購買比較重 應該就會影響到他購買房子的意願 理論上是這樣子 那也就代表沒有什麼人要購買 如果沒有什麼人要購買 那聽起來好像房價就沒有理由要上升 因為根本就沒有這個需求 這樣子聽起來好像非常有邏輯 但事實上各位同學要了解 正確的觀念不是這樣的 很多人會認為說 利息的上升就會導致房價下跌 但事實上往往不是這樣的 利息上升其實某一種程度代表的 正確觀念是經濟正在上揚中 利息才有可能會上升 通常的狀況都是這樣 那如果在大部分的情形下 利息上升同時其實他的背後背景是 經濟在起飛經濟在上揚 那是不是就代表其實大家經濟的上升力道 是一直都一直都在的 而如果我們有任何的貨幣政策 或是我們有任何的政府介入的話 我們應該都希望我們的經濟上升的時間 可以拉長一點還是暖一點 很明顯應該是要拉長一點嘛 我們希望我們經濟一直在緩步的上升中 其實我們也不用期待 經濟的上升會有一個陡峭式的發展 我們所謂井噴 我們不需要這樣子的井噴的發展的行為 我們反而希望期待的是 恆長久遠的都是經濟在上揚的過程 那利息這一塊呢 其實我們在上漲的過程 我們是為了要避免它增長的速度太快 也就是我們剛剛所謂的井噴 如果當某一件事情 不管它是某一個投資市場 或是某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 達到了非常快速的增長的過程 非常有可能會導致它的資產泡沫化 我們可以有非常多的例子可以舉例 譬如說2008年的美國次貸風暴 或者是在更早以前的2000年 我們有這個所謂的金融危機 當時是所謂的千禧年 都有非常多的例子可以做這樣子的舉例 就是所謂的泡沫化 當時2000年是網路泡沫化 那這樣子的一個拉長經濟增長時間 這個升息的手段呢 其實它也會導致房價會上升的 因為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第一點 經濟成長 再來第三點呢 主要是土地的供給跟需求 我們知道買房子也好 投資行為也好 一定都會有供給跟需求這兩個面向 如果沒有供給 那當然需求再多也沒有用 我們就買不到嘛 像這種沒有什麼供給 就是市場沒有什麼貨 可以讓你買的時候 但是大家如果都想買 那各位也可以理解 這樣子的狀況呢 其實它的價格應該就會提升 或者說我們可以把它想成價格就有所支撐 在先進國家非常多這種案例 譬如說紐約 美國的紐約 英國的倫敦 或者我們知道香港是亞洲金融中心 這些金融中心的城市 往往都會有很強的房價支撐 為什麼是這樣呢 同樣在美國這麼多城市 這麼多州 為什麼紐約的房價就是特別高 因為紐約有金融中心嘛 紐約證交所 紐約大家都聽過華爾街等等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 購買房子啊 對各位同學來說 可能會是一個 蠻離自己現在的階段 蠻遙遠的一件事情 各位同學要先想清楚的是 我們利用這節課來介紹買房 但是同學要先知道 買房到底你的動機是什麼 那老師在這邊整理了三個 有可能會買房子的動機 事實上每一個年年紀階段 買房子的動機跟目的可能都不一樣 但是大部分的人會在以下這三種情形之下 有可能會選擇買房或換房 第一個就是結婚 我們有土私有財 在我們中國人的傳統思維裡面 可能會認為說在結婚的這個當下 你可能要準備好一個房子 男生才會有這個能力 能夠照顧女孩子一輩子 這可能是一個傳統的思維 那事實上也真的是的 就是很多人真的是在結婚的這個階段 就買了人生的第一個房子 那接下來呢 他可能會在生小孩的這個階段 來考慮第一個房子 可能是在我結婚的當下買的 但是我可能幾年之後我有小孩了 當我有小孩的時候 我所需要規劃的這個使用生活的空間 可能就會跟兩個人的生活的使用空間有所不同 所以當然我們就可能會需要有 換購房子的這個需求 我們可能需要讓房子換大一點 我們可能在格局的設計上 希望也可以有小孩子的使用空間 等等的理由都有可能會讓你換房 那第三個原因呢 可能就是孩子在長大的時間了 孩子可能長大的時間就像你們 你們現在都已經是高中生 那高中生這個階段很少 應該說老師也沒聽過 有哪一個高中生在平常晚上睡覺的時候 還是跟爸媽一起睡 你可能需要的是一個獨立的房間 那當然如果年紀更大了 那那個時間可能就會變成 你有可能因為工作 或者是你也要成家了 那就變成你在買房子 而你爸爸媽媽呢可能就不需要這麼大的生活空間 所以後續或許還會有再一次的換房 就是在爸媽退休的時間 可能還會有一次換房的動作 好那剛剛老師講完了這個房價的高價宏觀原因 但是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數據面 台灣的房價呢其實我們有一個持平而論 我們算是一個很客觀的一個比值 可以來跟各位做參考 就是房價所得比 什麼叫房價所得比呢 房價所得比的意思是住房的平均價格 也就是你購買的價格 這裡我們所談的住房平均價格 其實都是在整個台灣地區 所有能夠查得到內政部的房屋平均價格來計算 去除以家庭的年平均所得 這樣子的比值呢 我們稱為房價所得比 那這個房價所得比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這個數值 你可以把它想成 就是你不吃不喝 什麼花費都沒有 你要花幾年的時間 才可以買到一個平均價格的房子 各位可以這麼去理解 那以2018年的資料 老師現在這個畫面所顯示的 都是2018年的資料 2018年資料顯示呢 台灣整體的這個房價所得比是8.82 它的意思是你要8.82年 不吃不喝 什麼花費都不做 才可以買得了一個平均價格的房子 其中又以台北市最為誇張 台北市的房價所得比是14.07 14.07各位應該也理解了 我們要不吃不喝14年 在台北市才有辦法購買一間房子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誇張的數字 以先進國家來說 香港更為離譜 香港是20.9 那其實香港也好 台北市也好 台灣也好 我們都可以知道 這個這個房價所得比啊 其實這麼的高 顯然就是不太合理的 但是造成這麼不合理的數值 到底原因是什麼 我們還可以再往下細舊下去 那往下看到 美國跟北歐的房價所得比啊 大家就可以看到 其實它是落在2到3之間 那對比台灣 對比台北市 甚至對比香港 各位就可以理解 什麼叫做合理 美國其實美國的房價 到底美國人認不認為它便宜 事實上也不認為的 但是如果以台灣人的立場 來看美國人的房價 就會覺得 在美國買房子好像比較輕鬆 而且還輕鬆不少倍 那西歐稍高一點點 西歐國家大部分都是非常先進的國家 譬如說英國啊 譬如說法國啊 這些都是西歐國家 這些國家落在3到4之間 3到4之間略高一些些 可是我們如果跟台灣台北市 或香港來比較的話 還是非常非常的低 那世界銀行它有一個發布一篇報告 也是在2018年的時間 在報告中所提及的是 已開發國家的房價所得比呢 大約是要落在1.8到5.5之間 1.8到5.5之間 這個range是已開發國家 那各位 你們認為台灣是已開發國家嗎 我相信大家應該會認為是的 那如果我們是已開發的國家 我們是不是應該 房價所得比不要那麼高呢 那不要那麼高 應該要怎麼去控制 這當然不是我們平民老百姓 可以控制的事情 我們身處的這個環境當下 面對的房價所得比 尤其是以老市台北市來論的話 高達14年才可以買到一個平均價格的房子 所謂平均價格的房子 代表你的房屋的品質 或者是房屋的大小 房屋的地段 或許不是任你所挑 任你所屬 這樣 那開發中的國家呢 其實在世界銀行的這篇報告當中 也是落在3到6之間 所以即便你認為台灣是發展中的國家 我們的房價所得比還是太高 對吧 接下來呢 我們要談的就是幾個以下的原因 四個原因裡面的第一個呢 是預售屋的炒作 預售屋的炒作 各位還沒有買過房子的經驗 等一下我們會提到 買房子其實有分幾種 其中有一種就是預售屋 所謂的預售屋就是 這個房子其實在賣給你的那個當下 它還沒有蓋好 你沒有辦法買完房子 交屋完畢之後 直接就入住沒有辦法 或許你還要等待一段時間 那個時間可能是一兩年 甚至更久 你在買的是那個未來蓋完的那個樣子 但是你在這個過程中可能需要 隨著時間 隨著它工作進度 按照它的工程款的分配 來做付款的動作 那什麼叫預售屋的炒作呢 這個預售屋炒作的意思是 我們在購買預售屋的時候 都會有一張所謂的購買憑證 也就是所謂的紅單 但是那一張紅單代表的意思是 你取得了優先購買的權利 那這個取得優先購買的權利 其實就會導致有一些投資客啊 會販賣紅單 也就是假設我是投資客 我可能在這個預售屋建商這邊 獲得了優先購買權利 也就是我買到了紅單 但是我再把我購買的紅單拿來賣給你 我用比較高的價格來賣給你 好那當我把就是假想一下 投資客如果我把整個建商能夠提供的所有預售屋 maybe是100戶我全部買斷 把預售屋100戶買斷之後 我再把這100張的優先購買權利的紅單 賣給100個不同的人 而且我通通都用比較高的價格來轉賣 那這樣一來我是不是就可以成功的把這個 成交價格給炒高 這就是所謂的預售屋炒作的操作方式 當然這只是操作方式之一 那其他還有幾個原因 老師就不一一贅述了 分別是這個不動產這個稅付的偏低 另外還有一陣稅的大幅降低 這都是最近這幾年才發生的事情 還有就是台灣尤其台北市 捷運非常的便捷 使得需求會上升的 接下來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預售屋的部分 我們買房子 除了老師剛剛所提到的 有一些不同的時間點有可能會買房之外 各位要想清楚的是 買房子對你來說你的需求到底是什麼 那預售屋當然只是選擇之一 當然也有可能會選擇的是中古屋 中古屋還有分 它是中古屋幾年 它是幾年房屋齡的中古屋 如果比較老舊一點 或許你有可能會買到三四十年以上的公寓 也有可能 那你的需求是什麼 是你要優先在購買房子之前想清楚的事情 所以包含著屏數 所謂屏數就是你的使用空間的大小 尤其是使用屏數而不是全狀屏數 這裡屏數又分成我剛剛講的兩塊 所謂使用屏數就是你真正入住能夠使用到的空間 就是在你的大門以內 包含你外推的陽台啦或者是雨遮啊等等 工作陽台等等 這都是你的使用空間就是你的家裡的使用範圍 但是還有一塊叫做公共區域設施 公設 公設這一塊呢 其實就是大家整個社區內的住戶 都可以共同使用的區域位置 那當然 這會跟等一下我們所提到的見閉率有關 各位同學等一下在講見閉率的時候 老師會再提到 再來就是區域 各位同學在買房子之前 就未來你打算買房子之前 你一定會想清楚 我的需求到底是想要在鬧區 還是我覺得鬧區太吵 我想要在比較沒有比較寧靜的地方 可能他比較偏近於學區 或者是有些人喜歡住在山上或海邊 叫山區海邊 他各個的機能都不一樣 那這樣子的區域的選定 其實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看到 還有另外就是房數 什麼叫房數呢 就是你一定要想清楚 你所購買的這個房子 你到底需要規劃幾個房間出來 但是這其實又分成幾個面向要考量 我們現在講的是預售屋嘛 預售屋應該會建商在建造的時候 就幫你規劃好你的使用總評數 以及你的房數到底有幾間 所以大家一定要想清楚的就是 我們要如果你要買預售屋的話 那房數是幾間 你需要隔出幾個房間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面向 再來就是你的預算 其實買房子是一個可能人生 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當然不一定每個人這麼想 但是傳統的思維 人生一定要買一間房子 那買一間房子 他畢竟不是買菜嘛 他一買下去可能就是幾百萬上千萬的 如果這麼高額的消費 你當然一定要非常的謹慎 那你的預算到底 你未來會每個月要負擔多少的房屋貸款 都是你要在買房子之前 要評估自己的能力 才有辦法去做決定的 譬如說你每個月如果能夠還款 就是能夠支付的金額 可能會在四五萬塊 如果你的能力是在四萬塊 五萬塊這個階段的話 那或許你能夠購買的房子的總價 就可能不太能夠購買在兩千萬以上的房子 可能你的能力就絕對負擔不起的 所以預算的部分所指的是 你要評估衡量自己的能力 能夠負擔的房屋貸款的金額 到底是在哪裡 接下來就是我們要確認它的基地的位置 所謂確認基地的位置呢 可能會是比較偏向於 這個地方到底土地面積到底有多大 以及這個地方我買的這個位置 到底它是被規劃成商業區還是住宅區 因為商業區或者住宅區 都是可以能夠輕鬆查詢的到的 那不同的這個土地規格 都會有不同的法規要去觀看 那土地位置到底在哪邊 它的土地面積大小到底又有多少 這都會影響到我們後續會提到的 我們的建幣率或者我們的容積率都會影響的 那第三就是它的生活環境跟生活機能 生活機能的這一塊 其實我們要談的可能就會是 你有沒有需要公園 你是不是覺得下班之後很辛苦了 我們晚上還需要去散散步 或者說有的人在買房子的時候 他很需要附近有一個學區的考量 因為未來我可能會在這裡 一待就是十幾二十年甚至更久 那我可能會有小孩子 小孩子需要上學嗎 那我如果小孩子上學的學區 是我所屬的學校 那當然這個區域就會是我要的 所以其實每個人考量的點 可能都不太一樣 老師還聽過說希望家裡的附近能夠有醫院 這種我也聽過 那如果是交通也不一定是大眾運輸 有可能是因為你可能是開車 自己開車的通勤族 那自己開車可能就需要知道的是 你的工作的路線跟你的家住的地方 到底方不方便 譬如說從我家出門 如果我要每天走高速公路的話 那高速公路的交流道 到底離我家有多遠 在這路線上是不是容易塞車 等等都是你可以考慮的 關於生活環境以及生活機能的部分 接下來呢就會進入到第四點 的議價的時間了 那議價這個時間呢 有被規定五天的這個省月期 也就是你可以跟建商 也是販售的賣方 來做議價的時間 你有五天的時間可以跟他做議價 那議價完了之後呢 就會進入到下一步 也就是所謂的下訂跟簽約 那下訂跟簽約這一塊 就是當你議價都已經談好了價格以後 我們就要開始付前置金 也就是所謂的訂金 還有簽約金 以及開工的工程款 那開工的工程款呢 如果你在這個階段 其實他根本還沒開始蓋的話 當然這個階段是不用付開工工程款的 所謂開工工程款 就是應該要在真正開工了以後 才要負擔的價格 那第六點呢是繳交工程期款 這是預售屋非常特別的一個事項 那繳交工程期款 其實應該要分成兩大類 有一大類呢是按月繳交 就是按月固定金額的繳交 還有一大類呢 也是比較多預售屋建商會做的 就是按照工程進度來繳交 也就是他蓋到哪 你付到哪的概念 那工程款大約會佔你的總金額的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他會按照你的工程進度 來決定你繳交的這個金額是多少 還有時間 第七點呢叫做客變 客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 因為在這個階段中 我們可以跟建商要求 我們要如何變更我們個人的需求 也就是在現有的規劃當中 能不能對我 也就是對買方做一個量身的打造 老師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們在買預售屋的時候呢 通常他都會配給你標配 所謂的標配就是浴室 一定會配給你一個馬桶 一定會配給你洗手台 一定會配給你這個沖水的shower之類的 不一定會有浴缸這個要自己去談 那廚房呢一定會有的是洗碗槽 一定會有瓦斯爐等等 你能想得到最基本一定會有的電器設備 通常預售屋都會直接配給你 但是這些配給你的東西 你不一定是真正需要的 如果他其實是某些配備標配是你不需要的 你可以在這個階段跟建商做溝通 或許可以做變更 有些可以有些或許在協調之後發現不行 那課變這個階段呢 還可以去談的不是只有設備而已 甚至還有預留的管線 還有預留的插座出線口 都是可以做課變的 應該說都是可以做協商的 譬如說我已經想好了 我的電視就是要做壁掛式電視 我想要掛在牆上 那我的壁掛式電視 廠商本來也是給我壁掛式電視 但是我認為他的壁掛位置太高 那壁掛位置太高 我想要稍微調低一點點 能不能更改他的電線的出線口 這是可以談的 可以跟廠商談談看 跟建商的接下人談談看 所以在課變這個時間點 各位一定要想清楚 我有哪些東西是需要增刪的 那想清楚一次 談一次因為是以一次為限 如果這一次談完之後 你後續還有想到 還要再做課變的話 那很抱歉 你可能要自己想辦法了 再來就是進入到第八點 第八點叫做對保 所謂的對保 其實就是跟銀行申請換貸的作業 那因為老師剛剛前面有提到 買房子動輒幾百萬上千萬的 我們不太可能 直接的用現金直接的購買 當然其實老師也有聽說 有人買房子是用現金 可是這應該是非常偶發的事件 那我們必須要跟銀行來協商 他的貸款的期間到底有多長 貸款的金額到底有多大 這些其實都不是你可以決定的 但是你可以跟銀行談談看 好貸款這一塊對保作業完成了之後呢 就會進入到第九個階段 就是所謂的完稅 完稅有非常多的稅 那這些稅老師也不一一贅述 但是各位要理解的是 地價稅跟房屋稅呢 其實是要看交屋時間點 就是在建商還沒交屋給你之前 所有權是在建商手上 當然就由建商來負責繳交地價稅跟房屋稅 但是當交屋完畢之後 所有權來到了你身上了以後 地價稅跟房屋稅就會是你以後要繳的了 而且它是年年要繳的稅金 其他還會有土地增值稅啦 印花稅啦跟汽稅 它分別是由建設公司 或者是由你消費者個人來負擔 都有寫的很清楚 那接下來呢到了第十個步驟 就是所謂的過戶 過戶就是通通都把前面九個步驟完成了以後 建商必須要在四個月之內交給消費者 把這個所有權過戶到你身上 這個階段就稱為過戶 在取得它的使用執照之後 四個月之內 他必須要辦理過戶完成 把登記的名字 辦理在消費者的名下 最後一個階段呢 就是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階段 就是交屋跟燕屋 交屋 當你燕屋完成之後 交屋就完成了 所謂的燕屋就是檢查前面建設公司 所答應你的東西 到底它有沒有如一一做到 以及你在做課辯的時候 他有沒有按照你課辯的需求來達成當時我們的協議 這個燕屋的動作啊 如果各位同學未來有買房子的機會 其實你可以邀請第三方的燕屋機構來陪同你一起燕屋 這是可以的 那燕屋完畢之後當然就交屋了嘛 其實一個好的建設公司 他應該會在課辯的時候好好的跟你協商 並且在燕屋交屋的這個階段呢 把你當時要求課辯的內容逐一完成 那當然如果沒有完成 你可以要求建設公司限期改善 這是可以的 甚至你也可以因為你是不斷的有在繳交這個工程 工程款的 那你在繳交工程款的過程中最後在交屋的這個階段 你會有一筆尾款要負擔 這個尾款或許你也可以利用這個尾款的部分金額 來當成是要求限期改善的籌碼 這也是可以的 好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 課辯有幾個需要注意的事項 首先你一定要看得懂所謂的格局平面圖 那建設公司在購買在你購買之前呢 他一定會畫平面的格局圖 這個平面的格局圖會包含到非常多的面向 包含到你到底要床要買多大 你的房間就已經這麼大了 這是一個固定的大小的規劃 那但是你的床到底要買多大的床 可能是單人床雙人床 那你要Queen size還是要King size 這些都是你要事先先想好的事情 當然他就會影響到你的使用空間 所以在課辯的時候 這些東西是逐一要檢視的 就是你每一個需要添購的東西 你打算要怎麼放 所以在課辯的這個時間點 你要先想清楚未來你入住前 你會購買的這些自行購買的 這些大型家具有哪些 才會影響到你的這些格局 你的廚房可能需要兩個插頭 這老師隨便舉例 插頭的數量到底夠不夠 這是一定要數清楚的 因為如果沒有先把線給留好 把電給配好 事實上你即便到了入住之後才要再新增 都是蠻大的浩大工程 所以一定要先把這件事情想清楚 那再來就是電燈開關的增減 其實電燈開關的增減也會跟電路的回路有關 譬如說我們可能用按壓式 或是用撥扣式的電燈開關 不管他配給你的開關是什麼樣的格式 我們可能希望按一下或者撥一下 就是客廳的整排燈都打開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需求 跟一開始建設公司配給你的電路的回路的設定 是不是一樣 這也是可以談的 那電燈的數量 可能每個人的需求也不一樣 需要在臥室裡面比較暗一點 工作室裡面比較亮一點 這些其實建設公司應該在規劃的時候 都已經有幫你先預想過了 可是你可能還會覺得有自己額外的需求 譬如說你會認為客廳只有這樣子的燈 我還需要再亮一些 我需要再增設一兩個燈 或許也可以談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自己先思考清楚的事情 再來第四點是哪裡需要220伏特的電源 還有電路鑽回 那我們台灣大部分的電器都是使用110伏特 哪裡有220伏特的需求 可能是電冰箱 電冰箱這種需要大型單獨回路的電器 不是只有電冰箱 還有冷氣機 而且冷氣機往往都是220伏特 電冰箱就不一定喔 電冰箱要看你的型號 但是冷氣往往都會是單一回路 而且它通常都是220伏特 這些東西建設公司不可能不知道 但是你要檢查清楚 還有你有沒有額外的個人需求 再來就是排水管跟出水管的配置 這個配置原先的配置 是不是跟你所期待的配置完全相符 你有沒有需要更換配置的位置 或者是更換配置的方式 或者是更換數量都可以談 好那再來就是電燈出線口的設置 就是如同老師剛剛有說的舉例電視 你想要壁掛式電視 但是你想要它掛低一點或是掛高一點 那你要預留線 才能讓你未來天購電視的時候 有插座可以插嗎 那這個電視的出線口到底要擺在哪邊 其實這會跟你未來在使用的時候 有很大的關聯 當然這可能有一點難度 因為你在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些設備可能都還沒有到位 你根本就還沒有買 所以要有一點想像力 或許要跟有經驗的長輩 或者有經驗的朋友來一起看一起想 可能會比較全面一些些 再來就是地板材質的設定 以老師家來講 我自己個人的經驗是我想要有木地板 而且木質地板 對我來說廚房就不需要 因為廚房我可能需要有碰水 那廚房我可能需要是瓷磚 浴室呢我可能也是鋪瓷磚 但是我的臥室工作室 包含客廳飯廳我都要木地板 那這些板質的設定 在建設公司一開始 當然它也會幫你規劃 可是你有沒有需要變更 如果你要做變更 建設公司能不能幫你接洽 你要變更的那些木地的廠商 那當然這些費用 你要自己負擔 好就是你要變更你要自己負擔 再來就是第八點 建設公司所提供的標配 到底有哪些需要增刪 那標配有哪些東西是可以增刪的呢 比如說免治馬桶 比如說你非常希望有免治馬桶 可是建設公司並沒有幫你規劃免治馬桶 它幫你規劃的是一般的沖水馬桶 但是如果你有使用過免治馬桶 你就會知道免治馬桶是需要電源的 如果建設公司幫你規劃的是一般沖水馬桶 它有可能在你的馬桶附近 就沒有幫你放電源的出線口 如果你想要做客變 那你就同時要告訴建設公司 你不但要免治馬桶之外 你還要免治馬桶附近有出線口可以做 這就是所謂的增加的部分 刪除的部分 譬如說建設公司在廚房規劃了洗碗機 還規劃了烘碗機 它放了兩個空間 放了兩台電器 直接配給你 可是有可能你想要的洗碗機 就洗碗機就好了 我根本就不需要烘碗機 那烘碗機的空間 或許我可以把它改成櫃子 我想要把烘碗機刪掉 改成櫃子 讓我有多一點存放的空間 這也是OK的 這就是所謂的刪除的部分 所以這些都是你在交屋燕屋的時候 甚至於客變的階段 就應該要提出 最後我們要去做驗收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的就是 所謂的建幣率跟容積率 什麼叫建幣率呢 其實講白一點 就是建築的密度 那建築的密度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假如說我們今天能夠規劃 整個的土地的大小是100坪好了 我們有100坪的土地 那建幣率的意思是 到底在這個100坪的面積當中 我們有多少的比例能夠蓋建築物 如果建幣率是30% 那就代表你有30坪的面積 能夠蓋建築物 另外有70%的部分 是沒有辦法蓋的 那沒有辦法蓋建築物 可能就會變成你要規劃公園 你要規劃景觀造景 這就是所謂的建幣率 那建幣率越低 你的公共使用空間就會越大 就是老師剛剛所說的 你可能就變成有70% 如果建幣率是30%的話 你可能會有70%需要規劃的 就會是你的公共空間 那留意一下 土地的基地的大小 還有使用的分區 其實都跟你的建幣率有關 好那我們剛剛有提到使用分區 有包含住宅區 有包含商業區 還有包含工業區 那我們其實也都查得到 所謂的柱一柱二柱三 商一商二商三 他們彼此各自規劃的建幣率 各自都不同 那這不是我們今天要講課的重點 底下還有所謂的容積率 什麼叫容積率呢 其實容積率在談的就是 你到底這個建築物可以蓋多高 也就是能夠蓋的越高 你的容積率就越大 應該反過來說容積率越大 你可以蓋的越高 可以這麼說 那也就代表如果容積率高的話 你可以想像嗎 那個社區那個建築物裡面 他的住戶數就肯定是比較多的嗎 如果今天我們規劃了一棟房子 在一定的建幣率之下 你已經決定了多少面積能夠蓋房子 可是他的容積率可能非常的大 所以你可以蓋非常的高 蓋了一個30層樓的大樓 那跟你只能蓋四層樓的公寓 來相比較你的戶數 入住的戶數就會差距非常的遠 所以容積率高一點 住戶會比較多 當然住戶的生活感受可能也會比較擁擠 他有好有壞 壞處就是你感受上可能會比較擁擠 但好處上呢其實有一個切身的體會 就是如果你的社區規劃的住戶數比較多的話 平均負擔的這個管理費啊 應該就會節省非常非常多錢 那當然這就會跟你的預算有關了 講完了容積率跟這個建幣率之後呢 我們來談一談老舊房子要購買他 你要注意哪些事項 老舊房子的通常他的建構呢 都不是我們現在所看的RC結構 其實RC也好 SRC也好 其實都是現在比較新的建構方式 比較老的房子呢可能都是專造的 那如果是RC建構的話呢 使用年限會是大約50年 如果是專造房的話 使用年限會比較短一點點 可能大約只有35年左右 好接下來你要注意的是 除了剛剛所說的安全性 就是所謂的建材材料 到底是專造的使用年限比較短還是RC 接下來就是耐震的能力 尤其是2000年我們看到了那個921大地震 如果是在2000年以前就已經蓋好的房子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他的結構有沒有因為地震受損 因為當時的法規建築法規並沒有那麼的嚴謹 經過了921地震之後呢 我們的建築法規有一個大幅的修正 讓我們在這個耐震係數上面的提升 所以安全以及耐震的程度 因為台灣是處於地震帶嘛 所以我們的地震會非常的頻繁 所以耐震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在購買比較老舊的房子的時候 你可能要觀察一下他的外觀啦 觀察一下他的梁柱以及他的結構 那再來就是漏水的問題 因為老師自己也是購買中古屋 老師購買了中古屋 他當時在我購買的那一年 他已經房屋已經有十七八年左右的屋齡了 那當時我就做了好多事情 其中有一個功課呢 就是我在決定要買他之前 我選擇了兩次下大雨的時間跑去看 我打算要我當時在猶豫我到底要不要購買他 所以我在兩次下大雨 有一次剛好是颱風 有一次他是下了輕盆大雨 一下下了三個小時的輕盆大雨 我選擇在這兩次去看現在我入住的這個房子 我當時要看的重點就是 他到底有沒有漏水的狀況 是我沒有發現的 因為我們在買中古屋的時候 很有可能你在看房子 你在進去看房子的時候 是被前屋主整理過的 有可能他已經被掩蓋了一些事實 譬如說他可能會整理過 他怎麼整理呢 他可能會塗油漆 讓你的臂癌比較看不出來 短時間看不出來 或者說他可能會用某一些現有的櫃子來做遮蔽 那你如果沒有把那些很重的櫃子搬開 你可能也看不到他有曾經漏水過的事實 都有可能 那這些都是應該要在你做購買簽訂合約的時候 就要勾選他有沒有漏水的保障 如果你沒有勾選的話 未來當然你就要自己負責 但如果你有勾選的話 理論上你都可以在五年之內 都可以要求前屋主來幫你做負責 就是把當時沒有發現的狀況 或是他有隱蔽事實隱密事實的狀況 來做後續的負責任的動作 那接下來就是要去觀察你的水電的管線有沒有老舊 那通常這個會在比較老的老屋子才會發現的 比如說20年以上的老屋子 其實15年可能就有點危險了 就是通常都會建議你如果年齡比較長的屋子 可能你在入住之前 這個水電的管線的更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 因為他可能會因為生鏽 可能會因為年久失修 會有卡垢的狀況 都是需要做更換 那當然這就會是一個費用 接下來就是老師剛剛有提到的 銀行貸款的乘數非常有可能會比較低的 因為他可能銀行在見價的時候 不認為這個房子有非常高的價格 或非常高的價值 所以他能夠貸款給你的金額跟乘數 也會比較少的 當然反向的來看 你就要提供比較多的自備款 所謂的頭期款 再來就是因為台灣在過往的法規 因為沒有那麼嚴謹嘛 所以有沒有輻射或海沙屋的情形 其實也是要去做鑑定檢查的 從來沒有鑑定過的話 那事實上你可以要求你的房屋仲介的公司 幫你去查閱資料 或者是幫你做鑑定 這些是可以的 那費用的部分 到底要有屋主負擔還是要有你負擔 其實往往都是要求前屋主負擔 就能夠去做到這件事情 可是這個是需要溝通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影響房價的幾個原因 那這裡是容易貶值的因素 當然我們買房子 通常我們的目的是為了自己要住 我們可能不是為了要投資 可是告訴你你的房子有可能會貶值 你可能心情也會受到影響 容易貶值的因素可能會有地理位置 那這裡老師舉了兩個例子 路橋旁或者是鐵路邊 因為住在這樣子的環境附近 有可能你的居住環境是比較吵的 那以老師來說好了 老師住的房子啊 其實是在松山機場 飛機會固定行進的飛機航道路線上 我在還沒有入住之前 其實我非常擔心 會不會飛機起飛跟降落 會影響到我的生活品質 所以我其實在白天的時間 晚上的時間我在各種時間 我都會去那邊等飛機 就在我房子的附近等飛機 看看飛機在經過的時候 那個音聲音到底我聽不聽的見 而我發現我聽的見可是聲音不大 那我到房屋裡面再聽一次的時候 我就發現其實那個聲音對我來講 好像沒什麼影響 所以我就可以接受 所以像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就有可能會是影響房屋貶值的因素之一 那再來就是凶宅或者是墓地 他可能在土地取得 建商取得土地之前 他原先的土地是墓地 或者說這一個中古屋 他當時就是他可能前屋主 或是前前屋主 曾經有在這裡發生過什麼意外 不管是意外也好 他殺也好 自殺也好 他就會被定義為凶宅 那形成凶宅以後 當然他的房屋的評價價值 就會顯然會變比較低了 那再來就是好的建商 建商的品質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如果曾經蓋好這個房屋的建商 在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後 這個建商消失了 他根本不可能給你提供任何的售後服務的公司 其實就會是有可能讓這個房子 疊價的因素之一 下一個我們來看到的是房屋容易升值的因素 我想這一頁大家應該可以好好的把它留存起來 就是這一頁真的很重要 對很多人來講很重要的 如何會決定房屋會升值呢 第一點永遠都是你在看任何房屋升值的介紹 包含書籍網路資料任何資訊都會告訴你的 就是location也就是所謂的地段 地段絕對是影響房屋價值最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所以我曾經聽過一個房屋購買的一個達人專家說 房屋要增值原因有三個 那個專家說三個 那是哪三個呢 答案是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就是三個都是地段 也就是地段其實是唯一會影響升值最大的因素 老師在這裡編了五個 其實有一個第一點就是所謂的位置 這個位置包含你是要住在鬧區 還是要住在學區 或者是要大型的交通建設附近 包含我可能需要火車我可能需要高鐵等等 都是跟地段有關的 第二點呢是商圈跟配套主要就是便利 你的生活機能是否便利 這附近有沒有你所需要的醫院 有的人可能要的是賣場 比如說他希望大潤發在附近 他需要的是Costco在附近 都有可能是你的考量 那第三呢就是他的優良環境 是不是優良這當然是人的主觀 但是有可能你需要公園 有可能你需要休憩的地方 有可能你需要的是健身等等 有沒有在你的居住環境的附近 能夠提供你這些設施或地點 那第四呢就是良好的生活格局 也就是回到你的屋內 如果你今天購買的房子 根本沒有對外窗 也沒有辦法採光 你要看到的都不是陽光 都只能設置電燈 你覺得這樣子的生活品質是好的嗎 所以如果家裡有足夠的採光 跟足夠的通風 都是非常重要的格局 最後呢就是剛剛老師有提到 建商的口碑 其實也是很多人很在意的事情 尤其是售後的服務 所以好的建商 就應該會有一個優質的責任感 他應該就會幫你做好 你希望要求到的售後服務 當然還有品質的部分 他有沒有偷工減料等等的 那底下有一個網站呢 我們把這個網站 老師已經先預開好給你了 這個是內政部的不動產交易 實價登錄的服務網 那我們稍微的帶一點這個操作 給各位同學看一下 各位同學來到這個內政部的網站之後呢 其實現在有了實價登錄之後 就是在告訴你 你的周遭房子的 應該說在你想要購買物件的周圍附近 他們的成交價格到底在哪邊 那我們點這個不動產買賣這一塊 那他會要求你輸入這個驗證碼 輸入完畢之後 來到這個頁面 那這個頁面呢 其實他有會有 他會有幾個選項可以讓你挑選 包含了你要買的是 只看房地 也就是只看土地跟建物 還是你要包含車位也想要看 都可以做勾選 那在這裡呢 我們就按這個搜尋的動作 當然我們要選擇一下 我們現在搜尋一下台北市內湖區 然後按搜尋 那各位可以看到 右手邊這邊呢 就有一大堆的交易的資料 這些交易的資料 就是按照我剛剛所設定的 那各位可以去比對一下 那就是比如說我們在這裡有看到是 民權東路 一百六段一百八十項 一到三十號 這是一到三十號裡面的其中一個物件 然後那個物件他的交易時間 總價是多少 然後他的車位 是一個 然後他的屋齡有多長 這些都是公開揭入的資訊 所以同學可以透過這個網站 去查一查你想要購買的物件附近的成交價格 當然就會影響到你知道的行情 就會影響到你的議價空間 就比較不容易被亂喊價 被建商也好被房仲也好亂喊價 這是同學可以注意的事項 那我們回到這邊看一下社會住宅 社會住宅其實是一個政府希望可以規劃給一些特定的族群 能夠居住的一個政策規劃 那社會住宅大概分成以下幾種 大概兩種 一種就是政府自己蓋房子 蓋好房子之後租給民眾 另外一種就是政府直接去承租民間現在看到的空屋 然後再轉租給民眾 那以下是我們可以看到的幾個申請的資格 首先你要二十歲以上 另外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啦 包含身心障礙、低收入戶、特殊家庭 或者是你在當地就業或就學的民眾 都可以做申請 但是因為資源有限 所以如果你已經有自住的房子的人 你已經有自住不動產的人 你就不能申請 那每三年換一個約 事實上他還有租約的上限 那租約的上限 老師在這裡就不再贅述了 同學可以自己去查 如果你有這個申請社會住宅的資格的話 租金通常會是市價 周圍市價的約八折 有些時候可能會有點落差 可能八五折、七五折左右 就是它是一個平均市價的八折左右的概念 那特定族群呢 它的折數又更多了 所以它等於是一個優惠 那這個東西都在內政部的不動產資訊平台 都可以查詢的到 那同學有空的時候可以自己去Google 老師在這裡就不再贅述了 那底下呢就是我們剛剛所談的一些費用 包含了你前置 到底你整個房子的總價 你預算到底要多少 你要跟銀行做貸款 那接下來呢 就會面對到你的修繕的費用 那老師在這裡製作了三種類型 同學可以看到我們新城屋 通常都是所謂的預售屋啦 或是剛落成還沒有交屋 還有空屋還沒有賣 還閒置在那邊的 就是新城屋 我們稱為五年內屋齡的新城屋 另外中古屋呢 可能分成十到十五年 還有二十年以上的老舊房屋 他們的修繕費用各自會不太一樣 為什麼費用會不太一樣 是因為內容的差異 因為如果我們購買的是新城屋的話 其實理論上該配給你的基礎設備 都是新的 包含水電的配線一定是新的 那你所需要的東西 需要更換的修繕 可能就會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每瓶的工程預算 大概就抓的比較少一點點 我們規劃在四到七萬左右 中古屋呢 十到十五年的中古屋 可能他要評估一下 你的水電的管線 是不是有更換的需要 還有就是你的廚房 你的浴室 有沒有一些翻修的必要 這都是可以評估的 他不一定即刻就需要更換 因為畢竟他也才使用十年左右 好那他的費用當然會比新城屋 稍高一點點 我們抓每瓶大概五到九萬 最後就是老屋 二十年以上的老屋呢 基本上你要入住之前啊 大概就是一個砍掉打掉重鍊的概念 好砍掉重鍊 你要把你所有的管線 理論上都不是評估了 應該是要真的直接更換 那當然他的費用就會比較高嘛 所以老舊房屋呢 通常都會建議 每瓶大概抓再八到十二萬 就稍微再高一點點的這個修繕費用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攤還房貸呢 有大概兩種概念 一種概念是本金均攤 一種概念是本錫均攤 這兩個名詞的意思是什麼 老師稍微解釋一下 本金均攤的意思是 每期我還的金額都是一樣的本金 那我每期因為我打算要還一樣的本金 那我的利息的計算方式呢 就會隨著我的還本金 我每期還了本金 我的本金剩餘欠款是不是就會變少 當我本金剩餘欠款變少 我的利息就應該會變少 所以這是一個先苦後甘的觀念 一開始我就打算要還那麼多本金 我當然一開始負擔的金額是高的 因為一開始我的剩餘欠款還很多 我的利息還很大 為了要還那麼多的本金 我一開始的負擔會比較重 隨著我的時間越來越長 我的本金攤還慢慢 我的剩餘欠款也越來越少 我的每期的利息就會逐步的變少 所以本金均攤的概念呢 到最後你的負擔會變輕很多很多的 本息均攤的概念呢 其實就是每個月要負擔的金額通通一樣 那每個月為什麼負擔金額會通通一樣 是很多人會去這麼做的 或是很多銀行貸款給你的時候 他就要求你要本息均攤 原因是因為有兩個 第一個是容易計算 第二個是銀行能夠收取的利息錢其實比較多 所以有些貸款呢是不可以給你做本金均攤的 只能要求你做本息均攤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在做貸款的時候 一定要跟銀行的承辦方 貸款部門一定要了解清楚 他們給你的貸款到底是一個本金均攤還是本息均攤的設定 那最後老師就帶著各位來計算一下 到底本金均攤跟本息均攤有什麼樣子的差異 而且老師剛剛有提到一個重點 各位有聽到嗎 本息均攤他銀行收到的利息錢是會比較多的 好那我們就來試算一下 我們看到這個檔案當中啊 老師已經幫各位都寫好了 就是先輸入這個欄位 貸款的輸入金額 如果今天你購買的是一個上千萬的房子 總金額上千萬 如果是一千萬好了 那你要貸款八成 那是不是你就會跟銀行借八百萬出來 那我們就在這個欄位輸入八百萬 輸入完畢之後啊 你就會在左邊的欄位中看到 他這裡會幫你計算一下 跳出來了 左邊會幫你計算一下 在利率是2%的狀況之下 左邊是本金均攤的利息總額是這麼多錢 右邊是本息均攤的利息總額是這麼多錢 兩者之間的差距足足差了10萬余元 各位可以利用這個試算啊 大概的可以理解 本金均攤雖然先苦後該 可是其實他的利息總額負擔是比較少的 那在這個檔案當中啊 各位可以去更改裡面的幾個參數的變化 還有就是你在這個Excel的檔案當中啊 去點這些儲存格 去觀察一下上面的算勢 應該就可以理解 到底什麼是本金均攤的計算方式 什麼是本息均攤的計算方式 老師再做一個示範 在輸入利息的這個部分 現在我們是用2%來做輸入 但是事實上跟銀行做房屋貸款 利息到底是多少 其實央行在上一個季度 上一個quarter 有公佈降息的策略 因為世界都在降息 因為之前有COVID-19新冠肺炎的部分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刺激內需 刺激消費導致我們的利息下降 這些過程都已經歷經了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把這個利息 輸入的小一點1.5% 你只要在一個欄位當中輸入 就所有欄位都會跟著一起跳動了 因為利息其實不太有可能會差距非常的大 通常都是一個固定利率的部分 就是你的貸款通常都會是一個固定利率 如果用1.5%來看的話 同樣是貸款800萬 各位可以看到本金攤還的意思就是 每期所謂的一期就是一個月 這裡都是試算20年 所以如果你一路的往下拉 你會拉到240期 到這裡是240期 也就是我們是假設貸款20年的時間 那每期的本金負擔的金額完全都一樣 都是33333 那利息就逐步的減少 因為你的要求會是每期的本金要貪還的是一樣的金額 也因為利息會越來越少 所以你每期負擔的金額就會越來越少 所以用這個試算表各位可以去試算看看 到底你能夠負擔的預算是多少 也可以去理解稍微有一個概念 就是你大概薪水要達到多少的階段 你才可以購買多少總金額的房屋 希望各位利用這個檔案 好好的看一看我們後面準備的學習單 你要如何完成學習單裡面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就上到這邊囉 我們要課程的字幕 我們要請選擇 這個話題 我們要去補足 HP